2022年2月24日开打的恶务战争 已经持续一年了 这场战争 乌克兰从一开始居于劣势 奋力抵抗 到后来获得西方国家的奥援 甚至夺回部分的领土 不过就在战争中年浅系 俄罗斯增兵乌克兰南部及东部战场 双方目前持续僵持不下 还看不到战火止息的迹象 这场战争目前已经造成 数以万计的军人以及平民伤亡 超过千万难民逃往国外 我们访问到从乌克兰辗转来台 目前在扬民交大就读的两位学生 以及坚持留在乌克兰 协助救援伤患 记录俄罗斯犯下的战争罪的人权工作者 他们有人失去了亲人 有人见证了无数的伤痛 更有人决定奉献医生 向俄罗斯求偿 一起来看看战火下 他们人生的转变 记者林真如 赖振元的采访报导 我认读了声音 我妈妈醒了,醒醒了,战争已经开始了 我的祖父母,她有些关系的心情 她估计了在末尔末 有几个例子当时他们被刺激和被刺激 然后后他们被刺激死在医院 我们明白它是一个长期的活动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长期的活动 寒假期间杨明娇大新竹校区的祖书馆空荡荡 其他人都回家过年了 这个外国男学生还在看书 他是来自乌克兰的Alice Alice是子宫系大一学生 能将安定就学只是最近三个月的事 这一年来Alice的经历仿佛一场梦 2022年2月24 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首都基辅独立广场警报响起 逃难的居民塞满出城的路 Alice跟父母 姐姐还有弟弟决定先留在家 每天到地下室躲飞弹 离他最近的一次攻击只有五百公尺 躲飞弹的地方太冷 三姐弟包得紧紧只能睡在车厢里 一家人就这样辗转飘泊 得知阳明交大有自助乌克兰学生来台计划 Alice未满十八岁 还可以出国 就跟姐姐一起提出申请 既有波澜 辗转来台 但Alice留在基辅的家人 至今还持续面对俄罗斯的飞弹攻击 还有电厂被攻击后的节电生活 杨明交大资助的乌克兰学生 杨明交大资助的乌克兰学生 一共有十九位 一样去年抵台的Timothy 家人在战争一爆发 就到基辅南边的村庄躲避 但他住在伊尔坪的祖父母 却无法撤离 乌克兰地面部队跟俄军在伊尔坪激烈交战 成功阻止俄罗斯禁逼首都基辅 但俄军杀战的对象也包括平民 俄军人们没有任何地方要留下 所以他们只能进入居民的建筑 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日子 他们把所有的货币都拿起来 一些人不想让他们来自家人 他们尽量把他们回家 他们尽量回来 一個月後 烏軍收復伊爾萍 蒂姆斯的祖父母終於可以撤離 但出城唯一橋樑已經被炸毀 老人家必須長途跋涉 徒步渡河 一家人終於在基府南邊的村莊重逢 但高齡祖母最後卻熬不過這一切 各方估計至今烏克蘭有十萬軍人 四萬平民傷亡 一千多萬人流離失所 而最殘酷的還有不查證慘案 服侍痛哭 街頭滿是罹難者 還有更多屍體殘缺不全 顯示被嚴重虐待 這是二零二二年三月 俄羅斯入侵後的不查證 盧米拉擔任醫療志工 目擊這一切 盧米拉大學讀護理 戰爭開始之後 他才成了真正的護士 他走進需要的城鎮 救助戰火下的生還者 卻無法安撫他們 失去親人 破碎的心 有些人被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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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永遠的狀況 是一個永遠的狀況 從送上熱騰騰的食物 每天跟全國各地的人權團體互報平安 是彼此繼續撐下去的力量 這是我們每天都很重要的痛苦 但是我們還在站著 我們每天都要跟我們一起 我們必須持續 我們必須強勁 保護別人 2022年2月 俄武戰爭剛開始時 獨立特派員也訪問過盧米拉 當時她看起來精神異異 走過戰亂的一年 她的外表憔悴許多 但言談卻更堅定了 當你睡覺的時候 你的床、樓梯和建築 都變得震撞 都變得震撞 很困難 但是我們心理上 已經準備好了 每天都不記得 我們每天都會有季的 比如夏天或夏夜或夏天 我們沒有這些季節 因為我們的科技 都會在夏天 經過一年 又來到二月 俄羅斯國防部發布這段開火影片 無情的進一步攻擊 现在进行事 俄罗斯以人海攻势 加强攻击乌克兰的南部及东部 而在盾内刺客的最前线 乌克兰士兵消耗弹药的速度 也远快于盟友提供的速度 武器面临短缺 士兵只能用简单组装的装备迎战 俄乌交战一年 双方人力武器 都已经面临窘境 乌克兰总统泽勒恩斯基访欧时 也不断借由各种方式提出需求 除了欧盟 美国这一年来 也已经投入五百亿美元 声援乌克兰 这场战争更被升级为自由民主之战 有了西方支援的武器及弹药 乌克兰去年一度在赫尔松 發起反攻 收复部分师徒 九月更在北边快攻 哈尔克夫收复了三千多平方公里 但同时俄罗斯也在赫尔松 盧甘斯克 顿内刺客四地 发起入俄公投 他把这两个地区成为他的什么 加盟共和国纳入宪法 从他的法律上来讲 他得到这些新的土地 所以某种程度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贏了 因为他获得这两个地区 但是这两个地区 并不是为世界各国所承认 所以基本上 这个目前还是在一个交战中东 所以还很难判断谁赢谁赢谁赢的问题 虽然战争要僵持多久 目前无法预测 但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 还有国际刑事法院 都持续在调查俄罗斯犯的战争罪 乌克兰检查总长办公室 已经提出六千五百件刑事诉讼 在乌克兰从事人权工作的提雪安娜 已经记录俄罗斯犯下的四百二十件战争罪 被占领城市的一件领袖 教会人权工作者 还有老师公务员 甚至只要是反对俄罗斯的人 都是受害者 Many of these people were abducted many of them were tortured part of them were later released but there are still part of them who are remaining in captivity and also unfortunately there were cases when people were tortured till death in captivity or several cases when they were severely beaten and tortured and then after they were released 不只成人受害 甚至有營地 關押乌克兰兒童 讓他們接受親俄愛國主義 甚至是軍事教育 提雪安娜說 就算是戰爭結束 她也會奉獻自己的一生 協助打國際官司 帶這些人向俄羅斯求償 討回公道 俄武戰爭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也改變了全球局勢 歐盟長期依賴俄羅斯天然氣 戰爭促使歐盟尋求替代進口國 也不得不走向能源轉型 通膨加上能源危機 也迫使歐盟必須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俄武戰爭對地緣政治的影響 牽動全球局勢 而同樣面對強權威脅的台灣 從這場戰爭又該學到什麼 我們必須要思考到說 怎麼樣來捍衛自己本身的主權獨立 了解自己本身的戰場跟環境 跟一個很特殊的兩岸關係的一個思考 來看這個問題 俄武戰爭一周年 戰火改變了烏克蘭四千多萬人口的人生 中戰 重建 復原更是漫漫長路 全球局勢也因為這場戰爭不斷改變中 美國總統拜登在俄武戰爭週年前戲 突然造訪基輔 宣布提供烏克蘭 更多的軍備 這場戰爭牽動 世界兩大強權陣營的對立 但戰火無情下受害最深的平民 希望能夠早日盼來和平 章歧克蘭 船風 正確保